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句话讲完以后 成员为之 也刺激 徐老师不要假装掩盖你的动物本性 我跟你说 吃人这事大家其实都想 这是教授说的 教授说 我们人类在最黑暗的一个地方 也就是说你别装蒜 装惊恶 实际上你骨子里头 你最深处的那个地方 你有吃人的不能 在咱们祖宗那 在咱们侯的那个祖宗那 甚至在新石器时代 甚至在这么多年来的 包括这个宗教的仪式上 这个吃人吃人的社会 不是个文学的词 是人类历史的真实发生过 但是它还是有区别 有人总结过这样 吃人有几种 一种是饥荒战争 就是说你不吃它你会死 这个是人类的一个大课题 一直到当代都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不是说飞机掉在南美 有一部分人死了 那部分人活着的人怎么活下去 要不要吃那些死掉的人的尸体 据说在当时引起一个大难题 那在古代这个是太多了 对不对 第二种吃人是敌人 就是把敌人的器官拿下来吃 以表示愤怒跟泄愤 是一种遗失性的 就把肝炒起来啊 什么这个这个吃敌人的心肝 什么 当年那个有一个烈士 刺杀那个巡抚 还是总督的 徐熙林 徐熙林 他后来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官的保镖们 就把他的肝啊什么的炒来吃 和他相演变过来的 比方说随时最可爱的人里面写道 志愿军就把美军的耳朵咬下来 松鼓风战斗 对不对 这当不是直接吃 但是也是一个仪式性的 就对敌人的这刻骨的仇恨 但是第三种 一般被认为是 据我所知 松鼓风战斗咬着那个耳朵 不是仪式性的 不是说为了表达 是搏动 牛腹 打极了 你这么把我们军演军说是 虚然道 仪式性的 仪式性的 仪式也有 第二种 仪式性的是 是人家后来的解释 对对对 人家后来的 文学教授 怎么说的 说了第三种 第三种就是说 把它当作一种美德 比方说 把自己小孩杀了给父母吃啊 还有比方说 最有名的 你这个 这个靖文公从尔 跑出去不是走到 武漏罗马晚上就会去后来一碗汤了吗 来一碗汤吃的经济 无用于效 限制 但是还有一种原因 徐老师 在世界上盛传病毒 你知道吗 什么意思 身体变异了 觉得自己有吃人的欲望 和必须要吃 见了人不吃不行了 失血症 你看这事他们熟 他们老拍这个 最近你知道吗 你要把这个事放一股堆看 吃人的事都跑一堆了 迈阿密那个 5月26号 美国迈阿密裸男 狂啃人脸被击毙 对吧 打六枪 是打的遏制 5月29号 就是咱今天说的 多伦多加拿大 色情片的所谓男星 那个是双性恋的 还是个什么乱七八糟恋的 吃了咱们中国人 吃了中国留学生林郡 然后不是现在被刚被抓住 法国德国 我就知道他杀了 然后杀吃 他把那个臀部 拿刀叉 割就完全像割牛排一样 割不下来 割完之后 生的 现场 现场 那看着白白的 烦的脂肪 然后他是 他应该是拿那个插 拿出话外了 那到底他拍没拍到 就是他是怎么吃的 这就拿出话外 那就我刚才就录节目之前 我坚持我说我一定要看一下 我才能有感受 对吧 我是决心要面对一切的人 对吧 哎 我一看 直面惨淡的人 看不下去啊 男人很开眼 就是你没见 我大天哪 这个人呢 我逃走了 就跟骗猪肉一样 叉叉叉叉 就这么弄 然后拿那个冰厨啊 等等 一开始 他自己拍的 身上这个林留学生嘛 身上绑着绳子 什么 要绑着 不是这个事待会再说啊 就是说 我就说 就5月29号 你看这日子 第二天 5月30号 美国马里兰 21岁大学生 吃掉了室友的 大脑和心脏 被逮捕 6月2号 湖南流洋女子 这上面这位中国 湖南流洋女子 你看 被丈夫残杀 碎尸 拌食盐 就加了食盐 那个盐 腌制 有的网友 你说他多损 他说是看了舌尖上的中国 这上面有烟火腿的 这不是说这个 我就说前面那壶 6月2号 日本男子 冒充艺术家 举办了一个 吃自己的性器官的 烤食的这么一个party 莱克买门票来 他在现场给大家烤 烤的是他自己 在医院割下来的 他的性器官 给大家吃 现在这个 日本卫生厅还是说 说这事什么法律 反正不应该可以 就是说 还找不到法律 找不到依据 你知道这一大堆事 引起了一种传言 甚嚣尘尘尚 就是说那个病毒 因为就你们这电影导演 拍的那个东西 就说 这个这个竟有那个吧 就人吃这个人脸 然后吃了你之后 传染了你 又去咬人 美国的那个 我不知道什么机构 就是全国防疫机构 专门发了声明 说近期以来的这个事情 没有丧失病毒这种 就批谣批谣 对批谣 都是偶然事件 对对对 没有什么病毒 对但美国人民不相信 真的对他们电影 来阿密机场还关闭吗 太逼着了 你你你记不记得 有美国大量的美国电影 嗯 都是都是僵尸啊 对对什么生化危机 他们导演还找了一段 你可以你可以看看 就美国人的这种联想 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不能不说有些是受了电影的影响 绝对的 他一种是真的生理病毒在在发酵 还有一种没准就精神上的这种精神病毒 看完之后 因为他们从小看啊 有些他是从小就这么在一个完全天真的真空的状态里 看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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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长了 那个就是他的世界 于是慢慢慢慢 到底是生活影响艺术 还是艺术影响生活 这个所以这个 那个那个沉默的高扬的续集里边 不是那个那个很有名的吧 就是把这个人的脑子 割下来 是电影里描写的 其实其实也可能电影 它创造一个类型 为了寻找刺激的地方 让他 是不是让他更好迈 或者因为找不到刺激点了 战争爱情 开始走这个 走着走着 他形成了一个最后影响的人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 可以有两种不同解释 一种解释就是说 因为电影里渲染的这种东西 使得人去模仿 助长了人 纵容这种人性的东西 还有一种可能 还有一种呢 就是说 因为有这些 电影是因为人性 有这种东西 需要宣泄 所以电影就满足这种宣泄 以释放 如果没有这些电影 也许这个事情发生的更多 我觉得啊 这个说实在的 就是说这个事啊 传播呀 这个事挺悬的 咱们现在是有这么多的手段 但没人知道这个具体影响 比如在网络上 一个吃人的一个片段 为什么现在都要删呢 其实我也觉得那玩意不能看 因为啊 人群之中 你不知道潜藏着一些什么 没错 没错 有些特异人格的人 说实在的就是潘朵拉的匣子 也许他没看着啊 他没有被 没打开 没激发开 没启蒙 没激活 突然他一看 你看咱们看了恶心吧 但是也许咱们当中有一个人 他看了 找着感觉了 没错 歇菜了 倒霉的就是咱们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顶酒运古坊 配桃花春雪 采花极枝水 配软酒精 年份远将 与景共酒 东风日产 人车生活 这个这个加拿大的这个马尼奥塔呀 说实在的还真跟他有点关系 他的行业 演员是吧 但是是色情电影 演员 你看涉嫌残忍杀害中国留学生的加拿大色情男演员马尿塔 你看看他什么模样 徐老师 你看小帅 很帅 小帅哥 这个造型的 你再看下一个 他还扮成女人的时候 有的一个画像 这个你再看下边 这个是被监控录像拍下来的 他从法国逃到德国 最后是在一个德国的一个网吧 柏林的一个网吧 被被逮捕 你看 这是长得很似乎很精致的这么这么这么一个人 这也符合电影塑造 你看电影陈默的高阳什么的 越塑造这种吃人的 他越来越把这个演员文质彬彬 很清秀 甚至有洁平 现在目光之城不是 都是很漂亮的小伙 白白的那种 都是 相反有时候大粗壮的 内心很纤细 越纤细的人 内心可能有一种更邪恶的东西在里面 德国那件事情你们记得吧 我记得 我一直是觉得这是人性解不开的 是一个男的 在网上 招 找人 说我要吃人 结果就有个人应征 你记得吗 有个人就是应征 征来 结果他们他就吃他 吃他的生殖器 而且俩人还一块吃 那个人跟他一块吃他自己的生殖器 最后吃完了 说嚼不嚼不 不好嚼 我就酥就吐了 有那么一个事吗 而且你这个不知道怎么来定罪 因为他们都是自愿的 他还选呢 网上有几个人都愿意被他吃 他挑中的这个人来吃 说在身上 用那个保鲜膜 都弄上 按照不同部位 扎上一个牙签 他写上公二头鸡啊 什么鸡啊 什么鸡啊 咱吃这块兄弟俩商量就吃 这都怎么了 那像这个这个事是不是 我看也有一点点是 是不是完全被动的呢 还是有点这个主动 这就保说了 这个你你怀疑的 他们是同性恋的 现在有消息说呢 这俩呀可能是同性恋的 这个至少是姓伴侣 对吧 然后呢 你看啊 这个这个 至少咱们从那个视频里这么来看 在最开始的时候 似乎呢 有没有毛性游戏的 对对对 绑了那种 这个你看啊 有一个网友 他的这个分析 他就说这个觉得林和M 就是这个马里奥塔 这两个人呢 至少是固定性伴侣的关系 而且他提出一种毛骨悚然的玩意儿 这刚才小帅也说了 名还挺美 叫什么 冰链吗 冰链 这个冰链呢 不是单纯的链尸癖 你怎么知道有一种人爱着 这个这个链人死了 一直保存的尸体 这个冰链还不是 说这个冰链 至少吧 其中有一种情况 是SM这种游戏 但是呢 他还引进了一个更可怕的词 叫调教 有的时候你看 这个人愿意玩这个 但是自己不懂啊 就说自愿被调教 说调教好了 能调教的你啊 不但是主则和奴隶 就像那种受虐什么的 主奴关系 调教到最后的境界啊 是能让你死 就你自愿的 调教你 就是让你吃了 我就有快感 升华了 升华了 就是能调教到这种程度 但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情 当然 这个不是 这位专家呢 他根据这个案情分析啊 他认为不可能 这个马里奥塔 不可能是什么所谓 调教的这个中国留学生 自愿的被他吃 他分析不可能 因为他说这个时间太短了 不可能说 就这么一会儿 在一会儿的时间 就能够 他认为有时候 这是一个很很艰难的一个 一个过程 你知道吗 但是你刚才看的那个 那个这个过程 他那个那个被害者反抗吗 就是这个时间 就是现在这个 从他 绑在床上到最后 其实 其实拿那个冰稿在砍他的时候 其实已经 应该是已经死了 那么 他也是经过剪接的 他没有完完全全 全程的 他这个15分钟 20分钟 也是经过剪接 那剪接的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是割了他头 什么时候 这个过程 其实是剪接的 所以他很冷静 还把它剪完再弄 放到网上 哎呀 真搞不懂 人性怎么可以 可以 而且他坐飞机 坐飞机的时候 后来好几个 他飞机上的同飞机的人 后来回忆说 这个人确实 他一上飞机 身上都都是有味的 就属于那个 因为可能死人吧 他有一种死亡的味道 你说我们看到 这个东西恶心 害怕 感到残忍 是因为我们受了教育呢 还是说因为我们的天性 我觉得这是天性 这还不是教育问题 谁 我们人 人类的 我们的天性 就是我们 我们爱惜自己的身体 因此我们也看不到 不能看到别人的身体 还有 还有一样 像那个 那个 就是那个 孔血 就是那个 晕血症 我就是晕血症 就是一看到 你见不得血 我见不得血 就是说 比如说那个血 血流量一大 然后你就 瞧他一眼 马上自己就窒息和晕 立刻就晕 而且你缓半天 不能看 这个就是 这就天 你想再吃人 那就基本上 那很多医生这种 管理很容易过的 所以这就是这样 整天拿着个大白鼠在那 那就是他 他这里面 他有的就像恐高 有的恐高 有的不恐高 对吧 有的是站在高楼怎么走来走去 钢梁上走来走去 施工他都不用安全带 我们一到那就腿软 人和人还不一样 你就是啊 这个人性啊 我觉得所谓这个人性啊 身似海 他这个什么好像 有黑暗的层面 这个黑暗的层面 就是说呢 动物的时候 我们就是相互残杀的 对对对 对吧 一直到这个 后来就像你 我不吃你 你吃我 对 这个动物就这样 对啊 就是就说这个 这吃 后来到很多部落里 你也知道 都有这个 这个吃人的嘛 是吗 然后呢 你不像就像人讲的 那个段子 说有些那个吃人族的 那个老婆刚生了孩子 他跟老公说 老公趁热吃吧 你就是 他也有这种 但是是他后来 到了什么近代啊 发现了一种病 你说就蜂牛症的 那种叫什么病 就是那个大脑啊 就是这个这个 石灰化了 就就说这个同类相残 有人说 这像是一个诅咒 最后发现牛 给牛吃的饲料里 混入了牛肉 就牛就得蜂牛病 牛就得蜂牛病 实际上某个部落的人呢 最后发现 他们就容易得这种大脑 这个石灰症 就发现这是个食人族 他们经常吃对方的那个俘虏啊 或者打败了的 才发现呢 会带来这个问题 同类不能相食 就不能吃 但是动物里边有很多种 是不吃同类的 对 他没有什么教育的 就他们的天性 本来有人说是大部分动物都 但其实也有些动物吃同类 但是的确有些动物是不吃同类的 所以人在这方面是一个比较差的动物 是个比较差的动物 对 我奉劝大家还是不要吃人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呢 谢谢你 我奉劝 至少不赚 别人肉灰酥 别人肉馒头 没错 你们要听劝呢 这么多年跟你们说 不要吃 你看你们 救救孩子 还有一希望 我别吃人了 我跟你说 不要吃啊 就是我有一个理由 人家说的挺有道理 人可是食物链的终端 今天地球上的人类 在各种食肉当中 我们是最终是终端的 你看咱们什么肉肉肉 吃吃这个吃那个 这个吃那个 最后我们都把他们吃了吧 最高端 你要知道 所有肉食身上的毒素 最后都在人身上 你就吃吧 你吃 枪枪三叶行 往后见 对 对 秋震海 秋震海 关风 侧风 时局风向 变化莫测 风速损失万变 我在风口 为您把风 震海听风录 星期三 凤凰被续装安排 传场千年 念造工艺 历尽宣宝肚场 红花国色 酱香典饭 红花狼 非常适合在中午午饭的时候 对 奉劝大家不要吃 对吧 也不要看最好 也不要看 也不要传播 我跟你讲 许老师 这中国人呢 实际是非常 谁说中国人没有幽默感 我跟你说 这么悲惨的这个事件 要不说你看你这拍 你这电影的 这么悲惨的事件 中国人都能弄出 这个黑色幽默了 你看那个网上 那个跟帖 就说这事 说敢吃中国人 这小子真是不想活了 为什么 吃中国人 赛过吃农药 全身是毒 对啊 这黑色幽默 所以被抓住了 害怕了 在飞机上 混人都发散味了 对小子 从这个吃 但是其实我们当中 吃的是蛮多的 还有胎 这叫什么 人胎 就胎盘 胎盘 你看胎盘 中国人做过营养 我刚才没讲完 那三类啊 还有第四类 就是补身体 就是把人身上的东西 拿来补身体 比方说喝人奶 这个很普遍 在乡下 我记得以前在乡下 就是说生小孩了 小孩吃不完 他奶太多了 就挤出来给老人吃 不觉得这个有什么不道德 就是否则是浪费的 他是液体的 或像胎盘磨成粉 然后喝下去 可能你在意识里 不知不觉的 也就喝下去了 他的人肉这么搁着吃 当然有级别 这个太恐怖了 所以你现在就觉得 我现在有时候 我作为掌管传媒的人 我也经常忧心 你知道吗 这个真是人类走进一条 这个道路 你老子当年说 就说咱最好别联系 小国寡民 彼此别通气 对吧 很多人性这个恶呀 现在一有了网络呀 就说一知道这个事 是不是挺可怕 你比如说就是真的 就说因为人性里边 各种东西基因都有 对吧 你这个一段吃人的 而且别提醒 不能一说是人性的一部分 就是合理化 当然了 对不对 现在因为很多人都说 这个东西也是人性的一部分 好像这个就是有合理化 你说网上就专门有这个网站 人肉怎么吃 你说这个互联网 专门有这样的网站 有啊 有这个爱好 无其不有 而且我觉得这种传播 确实我觉得这个没有控制 没办法 它自传 对 这下怎么办 怎么管理 就是电影 还有电影的影响 我觉得还是 我反正觉得有些人 你看就爱拍这个东西 没错 那就说明他爱拍的时候 他他每次想到故事 每次就这个 那就人和人区别了 那可能这个人本身 是不是有这个 尤其是那些好莱坞大片 要没有人性当中 虐待狂跟被虐待狂的天性 这些电影 就没法做了 现在的电影 基本上都在满足 虐待狂跟被虐待狂 不是 这个 咱就说 咱作为一个文明人 和这个李银河的学生 我觉得也得说 他这个东西 是很复杂的 你首先不要伤害人 但是呢 人有少数族群 他们叫做这个虐恋 就有一个玩一种游戏 但是都是适可而止的 甚至要事先签合同的 就是自愿合同 就是咱玩到什么程度 扮演角色 扮演 扮演主子和奴隶 他得到一种宣泄和快感 这个呢 也是有的 所以我刚才说的这个专家 所谓专家他写文章 他甚至还怀疑 他说 如果最后破案 假如 林和这个人 签下了某种这个虐恋的人 爱国的这个协议 怎么办 因为那个时候就说 这个人就说 我愿意让你调教 但是他说 他不 我不敢 那么 这玩意儿可能玩死人命 比如说窒息 自愿 对吧 你得签下你的自愿的 他如果双方签有这种东西 当然他 那也不行 我觉得 从那 我不能说 你可以杀我 我就真要杀你 这我拿怎么写 这是非法 非法调教 对啊 那现在医疗上 我愿意 安乐死 医生还不能那个什么 这个 这个 是 是 全不能说 我要求死 你可以干掉我 那不成 对 但是你就可以从这一个小角落 看出 这个人性 深似海 这个不可测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喜事 还是福在海 反正 反正 我们还是福在海 现在这个人类 确实到了 他就要了 我确认